今天很高兴 大家在一天当中 仍然来到我们生命的太阳 耶稣的面前来敬礼 Amen 那我们现在 一重来做一个祷告 预备我们的心 来领受神的霸离 天父我们感谢祢 祢的脸光照了我们 祢的同在 很适合我们的甘甜 祢的乐意在这时候 圣灵加添力量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也让我们能够从一切的困境里面 能够超越主 能够得到释放 祢的让我们里面就是充满了 祢的属天的喜乐跟平安 祢的我们也谢谢祢的话语 就是真理的光 祢的让我们都能够 预备心 谦卑受教 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 用信心来拥抱你的真理 让我们的心意 思想被改变 我们生命就转化了 主求祢今天 亲自来向我们说话 祢的祢员 祢的祢 祢的祢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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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影片我打開了一看 這個我去年已經看過幾次的影片 就到幾年又發過來 而且呢這個影片是非常受歡迎的影片 這影片裡面事實上是一個華人 他在演講 用英文講得非常的流利 他是一個了不起的英語的演說家 那個聽眾呢看得出來是在英國 一個非常高級古典的演講廳裡面 所以那些聽眾全部都是英國人 在那邊看起來都是尊貴的 有學問身份地位的人 居然在替這個中國人在做演講 他講得非常的精彩但是也非常簡短 大概不到五分鐘 可是呢他這個演講呢 居然是世界各地在流傳 很多人都很受到啟發 因為他有中文的字幕 所以在台灣我的朋友當中 很多人都很喜歡學的 連我媽都送給我 那他這個地方其實很有意思喔 他就一開始就講到 中國的一個比喻 他說在中國的時候 他曾經聽過這樣的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呢 後來我去看 通常呢 我自己呢 因為跟外國人接觸很多 很多人都有講到說 喔 中國以前有個什麼故事 有什麼 預言啊什麼的 我每次都覺得好像沒聽過 這是哪裡蹦出來的 不過這一次呢 他講我稍微查一下 欸 這事實上是 我們以前 都有讀過的成語故事 大家有沒有讀過成語故事 這本書 有沒有 事實上很多人都會反抖 我知道 我小時候 最喜歡讀的書就是成語故事 而且是可能第一本 能夠完成的 有實在內容的那個書 就是成語故事 我記得那時候 哇 就很認真的讀 而且很高興的讀 讀的當中 不僅有故事可以看 而且還可以學到東西 所以說一局兩格非常棒 讀完了一本 還要再去找另外一本來讀 所以呢 我的這個國學基礎呢 就是在那時候奠定下來的成語故事 那成語故事裡面呢 他其實這個故事就講到說 有一個東劍手 神射手 這個可以說是百高百重 他就會到各個城鎮去 各個地方去展示 他的神射手的這些神奇的劍術 有一次呢 他所到之處都是崩泥 有一次呢 他到了一個城鎮裡面 這次他也是一樣 照例呢 又開始展現他的這個特技 大家也是 都是覺得非常了不起 真的是很棒的一個神射手 每個人都孜孜稱奇 非常的佩服他 當他正在享受別人的喝彩的時候 他眼睛就看到說 奇怪怎麼有一個老頭子 在那個地方 雖然就是大家都在荒夫喝彩 只有他一個人呢 雖然點點頭 但是好像又覺得不怎麼樣 你知道通常人的心裡是這樣子 當看到別人都為你喝彩 只有一個人沒有為你喝彩的時候 心裡會想說怪怪的怎麼回事呢 但這個年輕人他就跑過去 就問這個老先生 他說 你覺得我的劍術如何 他就點點頭 他說 那你為什麼不說話呢 他講說 你只不過是因為你熟練了嘛 所以才會這樣子 他說 你不覺得我的技術特別好嗎 他說 其實呢 熟練了就沒有問題了 這個年輕人都不服氣了 那你露兩首給我看看 我們說不定還可以來單挑一下 就那個老翁就講說 我又沒有練過射箭 我當然沒有辦法射一下 但是呢 我有一個技術 你倒可以來看一看 什麼技術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漫畫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那籃琴聽得太入戲了 哈哈 你看看這個 你看這個神劍手 哇 下一張 然後他非常聚得一滿 然後有一個老頭子 挑的油桶 來看下一張 然後呢 這個老頭子呢 就說 我有一個技術 你來看看 就是他給倒油的技術 這倒油算什麼技術啊 可是你看看真的很驚訝 為什麼呢 你看右 這個應該要講 右下角 右下角 你看到一個放大圖 那放大圖呢 看到上面有一個圓圓的 中間有個洞 那就是一個銅板 古色的銅板 中間有個洞 對不對 它不僅呢 是一個葫蘆筒 那葫蘆筒那個孔呢 已經夠小了 它上面居然又還擺了一個銅板 在上面 然後油就這樣滴下去 滴下去 滴下去 而且呢 等它滴完的時候 他把銅板打起來一看 上面完全沒有油 然後這個時候 哇 這個年輕人呢 就非常的驚訝 哇 你居然可以練這個倒油 練到這個地步 他開始也覺得說 這個難怪這個老頭子呢 就不認為我有什麼了不起 他就想到說 我真的要謙虛一點 我只不過是因為 常常練習 那因此呢 他就更加的努力來練習 因為他知道一件重要的原則 不管你練什麼 你熟練了 你就會非常的擅長 就是我們的成語四個字 熟能生巧 我們熟能就生巧 那當這個演講 講完的時候 在最後呢 這個華人的演說家 他就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 這個問題就是 你熟練的是什麼 你擅長的是什麼 你練的是什麼 那有些人呢 他這個 他練的東西 常常在練 所以就很不錯 像比如說 藍琴 他們會畫圖 常常練畫圖 所以他就是很擅長畫圖 畫那個設計圖 那我也聽說 那個同學 他這個 從小就訓練他的女兒 能夠做企劃案 所以他女兒現在企劃案 班上是屬一屬二 所以你常常練什麼 你就能夠擅長什麼 那熟詞呢 他是全世界各樣的鼓 都要去學 哪裡 誰到哪個國家去 他說你幫我去 帶那個國家的鼓回來 所以你看熟詞 他就很擅長於打鼓 那今天我們大家一起來思想一下 你練的是什麼 你熟練的是什麼 那這個演說家呢 他就講到一件事情 他從這個故事裡面 他馬上就講到說 有些人呢 他真的是 每個人都有他熟練的地方 他講到說有些人他熟練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謊話 說謊 當你很會說謊的時候 哇 你這個說謊都不用打槽槽 而且呢 說一個謊話馬上必須要再編更多的謊言 十個謊言來遮蓋你第一個謊言 而且你擅長到一個地步 連你自己都相信你自己的謊言 這叫做什麼 自欺欺人 很多時候是這樣子 那我們其實呢 人不小心也是會變成自欺欺人 所以呢 其實你不要想說你操練的只是某一個技術 其實我們很熟練的 我們常常去做的事情 不知不覺的 可能呢 是負面的 以至於呢 對我們就產生了一種習慣 這習慣呢 就變成我們 就影響到我們的這個命運 我們生活的結果 那有些人呢 那還有什麼啊 很會操練的是抱怨 除了這個欺騙之外就是抱怨 你們有沒有遇見過很會抱怨的人 那這個演說家都講到說 那有些人他真的是 非常熟練於抱怨 熟練到一個程度 他遇到什麼情況他都可以抱怨 他就講到一個例子 講到說 比如說你在看那個中秋賞夜 哇 難得天 台灣 或者是台北的空氣 遮得乾淨 然後看到超級大月亮 覺得真是太感動了 這個月亮 冉冉升旗 然後非常的明亮 皎洁的月亮 何有的詩意 中國幾千年來 對月亮的感情都充滿在你的裡面 然後甚至感動要流淚 可是在你旁邊這個很會抱怨的人 想都不想 他說 是啊 是不錯啦 只是太暗了 連這個也能夠抱怨 你想想想看 如果不是暗的話 哪有月亮可以看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就看到說其實 當你已經非常的熟練在抱怨的時候 你想都不用想 那其實我們真的要注意 我們練的是什麼 我們就變成擅長的是什麼 那你就成為一個習慣 這個習慣呢 其實會磨碩你成為什麼樣的人 所以呢 這個野獸家他會講到說 你熟練了 你就會擅長這個東西 熟能生巧 其實這是一個生活普遍的原則 我們就希望 從這個生活的普遍原則裡面 我們更進一步來看到說 誒 我現在到底平常都是在做什麼 我有什麼樣的習慣 有沒有什麼負面的習慣 其實是我們要去改進的 有什麼正面的習慣 我們應該去練習的 當我在思想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想到說其實我們有三個領域 是我們常常會在練的 會在操練的 第一個領域呢 就是操練我們的肉體血氣 操練我們的肉體血氣 第二個呢 是操練這個世界的東西 比如說有什麼技術 就是我們剛才所講的 不管是射箭啦 或者是畫圖啦 等等的 第三個呢 就是操練靈性 有些人可能 真的有靈嗎 有這個靈性的東西嗎 其實我們的信仰 在聖經裡面所處理的 全部都是有關於靈性道路的事情 所以有這三個領域 這三個領域呢 我們再稍微仔細的進步來看一下 操練血氣 肉體血氣 我們剛才講到 這個非常熟練於說謊啊 或者是抱怨啊 這個其實呢 都是操練血氣 也就是我們自然的人性裡面 就有的東西 那你不需要花什麼功夫 你只要順著你自己喜歡的 自然而然 你就會去擅長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呢 是不需要花什麼力氣的 很容易我們就 調到這個當中 除了這個說法啦 或者是抱怨 像說話 你說小朋友說話 有沒有人教他 不需要有人教他 對不對 人情就是這樣 抱怨 我們就要有人教你怎麼抱怨嗎 有沒有哪一個大學開一門 課叫抱怨學 有沒有 沒有 對不對 那另外呢 還有什麼 就是噼噼噼 我們可以說 每一個人都是擅長於噼噼 都喜歡去噼噼 什麼都可以噼 有時候真的是擅長到遠程度 什麼都可以噼噼 這個地方我就想到我媽媽 我媽媽是一個非常超級媽 非常的棒 我很愛她 但是呢 她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什麼 我常常呢 就是 她就是很會給我們 去哪裡都會想到我們 或者我們去找她的時候 不僅吃了 她要帶著回家 所以她很會送禮物 所以被她訓練之後呢 我就知道說 以後我每次去哪裡玩 我都一定要去買一些土產 送給我媽媽 所以即便呢 就是我媽不知道我去哪裡玩 我還是心裡都會想著爸媽 就是買禮物給她 那買了幾年的禮物給她以後呢 我發覺我媽媽呢 非常的坦白 對我買的禮物很坦白 她說啊 怎麼那麼貴 啊 你怎麼買這個 我用不到 講到最後呢 她就講說 你乾脆不要給我買這個禮物好了 除非我要你買什麼 你才買 所以我現在乖乖的 都是 你要我買什麼 我才給你買 那 所以我們看到 就是 有時候呢 我們也是 孤知不覺的 我們就是會去 就是會有很多的這種霹靂 這個就是我們的人性 然後呢 還有時候 我們也會去 去控訴 或定罪 這個人就是怎麼樣 這個人我怎麼樣 我們很多的這種定罪在裡面 然後還有什麼 就是控制 我們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想要去控制 為什麼想要控制呢 因為你可能會害怕 失控的感覺 或者是你自己的更 你的自我很強 你希望大家都是更整理 所以呢 其實控制 常常是不知不覺成為我們 常常在練的東西 可是這種控制呢 會讓我們變得很焦慮 或者是 讓我們變得很難下處 因為什麼都是要在你的控制之下 如果人家不聽你的控制 你就會發脾氣 你就會開始操弄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呢 就是我們的情慾 我們會操練情慾 比如說吃啦 或者是 這個 性啊方面 或者是眼目的情慾 很多 現在的人 因為網路設置的關係 所以常常會落入到這種 這個習慣裡面 另外呢 當然還有 這個 其他的一些東西 那這些呢 總而言之的都是我們 人性裡面 自然而然的 就會去做的東西 那如果你不稍微做一些節制 你就會不斷地做 不斷地做 不斷地做 做多了你就會熟練 熟練的你就擅長 但是呢 這些東西 事實上 對我們 都不是很好的 那第二個呢 就是操練世界 操練世界呢 就是世界要你操練 比如說要 從小我們就會訓練 讀書啊 一直讀書啊 然後一直要怎麼樣 講說是讀書啦 事實上是操練考試 所以我一直讀到 我一直到美國讀到國試的時候 我就發覺我真的是一個 台灣訓練出來的考試機器 通常考試我都很能考 但是真正會讀書嗎 我其實也不怎麼喜歡讀書 只是會考試而已 那有些人呢 他就是被這個世界訓練的很飛去賺錢 或者是至少是很想要賺錢 那或者是我們在工作上面 我們也是會去熟練這些東西 或者是什麼樣的技巧 比如說 這個音樂方面的技巧 語言方面的技巧 專業方面的技巧 這些呢 都是我們可以去操練的 那這樣的一個操練呢 跟前面 屬邪氣的操練是不一樣的 它事實上是很需要 特別花工夫努力的 刻意的去學習的 所以這個熟練 要做到熟練 其實是需要日積月的 需要自我的這個 紀律才有辦法做到 那第三個 就是我們教會裡面 特別重要要講的 就是操練靈性 操練靈性 那怎麼樣操練靈性呢 我們現在來首先去想一下 在詩篇裡面 詩人 他們所操練的是什麼 也就是說 我們過去這兩個月 全教會都一起在讀詩篇 如果你沒有跟上的話 沒有關係 從今天開始 今天是詩篇第幾天 有沒有人記得 哇好棒喔 講出來之後 表示你們一定都跟上 詩篇54篇 那我們北京在今年 2017年1月1號開始 我們已經讀了54篇 每天都0篇了 那在讀了這麼多篇 我們繼續會再讀 我讀了現在也只有三分之一 我們還會繼續讀下去 那讀詩篇裡面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在每一個詩篇裡面 其實呢 都有一些 反覆出現的一些主題 有哪些反覆出現的主題呢 換句話講 這是我們今天的這個題目 是詩人在詩篇裡面 反覆練的是什麼 反覆熟練的是什麼呢 有哪些東西 大家要不要講一下 有沒有人想到什麼東西 大聲講出來沒有關係 讚美 讚美 就從頭到尾 從第一篇到150篇 都是讚美 不斷的讚美 當然只有少數的一兩天 十例外 只有在跟神吐苦水的 但是學大部分都是操練讚美 所以操練讚美重不重要 太重要了 因為操練讚美 是幫助我們 從我們的眼光 從這個困境 從問題裡面 能夠提升 然後轉向神 當你讚美的時候 你的焦點變成是在神的身上 那你的焦點是在神身上 永遠是光明的 聖結的 公義的 愛的 是榮耀的 所以當你眼睛從這些困境裡面 從這些麻煩裡面 轉到神的身上的時候 這就是讚美 這個時候你就 怎麼樣 不知不覺 你就整個心境都改變了 心境改變了 你的問題很多時候 就已經解決了 所以讚美 是我們可以說 是特別重要的一個操練 如果你還沒有操練讚美的話 其實不難 你只要每天把詩篇拿出來 找到哪一個是讚美的話 你就反覆地用那個讚美的話 來打槓 然後成為你的生活的一部分 然後除了讚美之後 還叫什麼操練 尋求神 尋求就是不求神保護 救我 救我 我們在這個世上 真的可能隨時會遇到一些攻擊 我發覺很多時候 攻擊最厲害的是什麼 都在我們自己的思想裡面 一直在攻擊自己 所以我們需要神的保護 然後還有操練什麼呢 信靠 信靠神 還有操練什麼 大家講 一個一個講 感謝 哇 在讚美之前 更容易做的就是感謝的操練 有時候你說要讚美神 想的讚美神 我要讚美你什麼東西 我讚美不出來 但是感謝比較容易 因為感謝是什麼 感謝是 焦點是神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事情比較好想 還是比較好說 所以感謝呢 是最基本 最基本的操練 請你跟 如果你願意的話 跟旁邊人講說 感謝是最基本的操練 感謝是最基本的操練 真的喔 你如果這個操練在人的身上 哇 那也很不一樣 對女人際關係都不一樣 那跟神的關係 也是一樣 好 除了這個字文 它有什麼操練什麼 安息 平安 操練平安 哇 太重要了 每一個人都要 在這個世代裡面 那些事這樣 在讀給我聽 哇 現在全世界有幾億個人 是有憂鬱症 然後又有 三億的人是憂鬱症 然後再兩億人 是焦慮症 然後又是什麼恐慌症 一大堆啊 就是牛光症集的影片就是 哈哈哈哈 那 總而言之 還好我不是一個病啊 哈哈 哈哈哈 我是要把神的 一致代表 OK 所以呢 就是 真的操練平安很重要 我們希望以後有機會再看看 操練平安 我自己也在 常常在操練平安 操練平安 那另外還有操練什麼東西啊 還有什麼 想想看 還有很多 很明顯的 宣告信心 宣告 還有呢 操練什麼啊 有沒有操練祷告啊 全部都是祷告嘛 對不對 操練祷告 講到祷告呢 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我跟世家每個禮拜一 中午我們都會出去 呃 約會 啊 就是很輕鬆啊 愉快啊 我們可以出去 呃 這個吃個飯 呃 世家呢他講說 啊約會的時候 我們不要當捷運 當捷運沒有約會的感覺 要開車 OK 所以我都開車 那開車呢 上了路 然後 呃 呃 我就會發現 才上路沒有多久 就聽到世家 開始為 呃 這個敘祷的咳嗽 趕快得醫治禱告啊 然後為這個 呃 這個什麼 維宣的醫治禱告啊 小窗啊 誰啊 為一個一個提名 醫治禱告 哇 然後我就開始 誰最近有什麼問題 他就開始禱告 我在這邊開車的時候 我有點 呃 驚訝 哇 我們在約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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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圆會的時候 他想都不要想 哈哈哈 唉 馬上就繼續著 這代道 操練祷告 你看操練成熟到這個地步 哈哈哈哈 連約會的時候都在代道 哈哈哈哈哈 然後吃飯吃到一半 想到某某人 喔主啊 你要幫助他 祝福他的婚禮 然後繼續吃飯 這就是什麼 操練祷告 操练到这个地步 真的是多年来的操练 那你会想说 那牧师你呢 你有没有为我的疾病祷告 有吗 只是没有到那个程度而已 没有到约会还在那边 我都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求圣灵充满每一个人 充满 然后呢 神的医治 祝福你到每一个人身上 OK 所以呢 然后我们教会 每个礼拜二 我们同同会的时候 都会凭祷告祂为大家来祷告 所以呢 我们层层的为弟兄姊妹们来祷告 所以你不要担心 你是孤单的 你绝对不是孤单的 只要你愿意来告诉我们 有什么事情 我们为你祷告 我们这个教会是希望 能够真正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 我们大家一起来操练祷告 所以最近呢 我们就是要开始复活节 四十天的进行祷告 要听到四十天就会觉得好像在饿死的感觉 不会饿死你的 放心 而且是你经过这四十天的祷告 进食祷告之后 你更有活力 更加的有生命 更加的有力量 通常呢 我们就是说 大家可以选择 你觉得最合适你的方式 你可以每天有一餐 做进食 或者是每个礼拜有一餐 或者是三餐 或者是你整个四十天全部都是夜里的 就是看你什么样的方式 那有些人就说 我四十天都不吃巧克力 OK 也可以 那玉米呢 觉得特别有效的一个方法 就是什么呢 就是四十天都不要看脸书 是不是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道法 重点不是你来 就是做什么 重点是 你多出来的时间要干嘛 要祷告 我们要祷告什么呢 我们也会有祷告手册给大家 那我们这个祷告 就是有我们的一方面 为我们自己 为我们的家人 为我们的教会 为我们的城市 为我们的国家祷告 所以这个就是叫我们能够操练祷告 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重要 很好的一个机会 大家一起来操练祷告 好 那所以我就要讲到这三方面的 操练的领域 那我要问大家 你所练的是什么 你所练的是什么 那我在这里面 我特别要提到 2017年我们教会的 这个 教会的一个主题 年度的主题 这个主题呢叫做 活出福音的大能 活出福音的大能 那活出福音的大能 是什么意思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福音啊 你知道什么是福音吗 很多人 你整个脚照没有看到我 我都看到你没眼睛 福音就知道我知道 因为我怎么会不知道 但是要你讲 你可能也讲不太出来 那不要围难你的 那我就列出来 福音呢 其实呢 最重要的 我其实我没有打出来 第一个其实是天父的爱 最重要的是天父的爱 天父的爱 因为他的爱让我们能够 愿意去违感归向神 那因为他的爱 我们能够罪得圣灵 那我们也因为他的爱 我们的心降服于他的主权 因为他爱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有信心 让我们能够得救 让我们有重新的生命 永恒的生命 这就是福音耶 这时候我问大家 这福音很简单 那有谁你天天在操练 这几件事情 有谁天天活在这个大宗 有没有 有没有天天操练这个东西 有没有 有几个人点头 大概两个人 那其实 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我其实信主也几十年了 但是我也惊觉 我自己是不是每天 有活在这个当中 我有个每天操练 不见得 不见得 我每天都充满神的天父的爱吗 我每天都知道天父爱我吗 不一定 那你是不是每天都有操练悔改 你有每天都操练去饶恕人吗 你有每天操练 享福约素的主权 每天操练活在神的恩典里面 相信祂的恩典吗 你有每天操练信心 你有每天操练在神的救恩里面 从你的困境里面被搭救出来吗 你有每天操练 这是活在神的这个永恶的生命里面 其实呢 我们都知道 可是有时候成风在我们的记忆里面 有时候呢 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是脱节的 这样子我们其实并不能够真正活出福音的大能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福音的大能 我们希望这一整年 我们大家一同的来操练 活在福音里面 而且能够释放出福音的大能 就是神爱的大能 天赋的爱的大能释放出来 借着悔改赦罪 饶恕人 能够叫我们真正的得自由 借着我们的谦卑受教 借着降服 顺服神 我们能够让神的荣耀 从我们的身上活出来 借着借靠神的恩典 就能够超越我们自己的能力的限制 借着信心就能够看到神迹奇事的发生 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去操练 每一天这几个呢 都是我们能够释放出大能的 好 那今天呢 我们特别要专注在诗篇第五十一篇 里面所提到的悔改 所以诗篇五十一篇 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 那我们希望能够从诗篇第五十一篇里面 我们一起的来 学习怎么样来操练悔改 当然我们人讲到悔改的时候 我们就不太喜欢 为什么悔改好像是很羞耻的事情 特别日本人 日本人就是 他们基本上就是一个 这个羞耻的文化 但是他们不是讲羞耻 他们不是讲荣耀 什么东西都要荣耀 荣耀的意思是什么 我可不要丢脸 我可不要羞耻 我一定要荣耀 所以为什么他们现在 世界大战 二战已经结束了七八十年了 到现在他们还不能够认错 为什么 他没有办法悔改 这觉得太羞耻 但是你要知道吗 能够悔改 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特权 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我常常讲说 悔改像什么 悔改就像洗手或者洗澡一样 你洗完手洗完澡以后感觉怎么样 你觉得很羞耻吗 当然是觉得很棒 很干净很舒服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 来看这个大卫 在五十一篇里面 他怎样去悔改 我们就可以来操练悔改 悔改 已经是我生活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操练 也是我能够得到捷径 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 OK 所以十篇五十一篇 我们在这里 稍微讲一下他的背景 我们看到大卫呢 在安倍当往以前 他是在跨野里面 常常在躲藏要逃命 因为他的国王 少罗王 事实上也是他的更惨 是他的岳父 岳父居然要追杀他 你不觉得他很惨 因为禁毒他的关系 所以就一直要来追杀大卫 那大卫呢 在旺野里面 哇 有时候能吃到水 吃到东西就很困难 所以是可能都丧命的情况 他在患难的时候 切切的去寻求神 寻求神的保护 寻求神的帮助 所以呢 他就一直在操练祷告 一直在操练祷告 所以上礼拜 九兵讲到患难 讲到苦难 我们都没有人喜欢苦难 喜欢苦难的人请举手 我要向你举动 你太忍不起了 没有人喜欢苦难 但是你知道吗 神为什么仍然让苦难发生呢 我不是说 苦难是神做出来的 不是这样子 但是神他明明在看管一切的事情 他为什么允许一些苦难发生呢 其实你看到 大卫是他所高立的王啊 后来成为人类历史里面 最伟大的一个国王 最敬虔的一个国王 那神却是让苦难来塑造了这个伟大的属灵的人物 所以因为他在患难里面 他就不断的操练祷告 不断的操练敬拜 不断的操练等候神 信靠雄 所以他其实在苦难里面呢 就是他灵性最好的时候 得到他做王了 苦难过去了 他就非常安逸了 这个时候他就不是操练 顺服神了 他操练什么 开始操练自己的肉体血气了 所以怎么样操练呢 他居然人家 他的将军在外面打仗 他居然爬到屋顶上面 然后一直在看 开始偷灰 看到有什么好看的没有 就不幸的被他看到有人在洗澡 就这么一看以后 眼目的情欲就带来什么 肉体情欲 然后呢就发生煎淫 煎淫以后 为了要掩盖他的罪 有设计杀了这个女的丈夫 所以犯了谋杀罪 你看看一个最伟大的 最近前的一个属灵人 竟然落到这样的一个下场 后来呢就 他就 也不愿意承认 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 最后 他的孩子 这个煎淫产产生下来的孩子 死了 那个时候 他才悔改 所以一年多以后 他才悔改 这个悔改 这个诗篇五十一篇 就是 在 他认罪 为他这个罪 在认罪的时候 写了一个诗篇 那诗篇五十一篇 其实是非常伟大的一个诗篇 最常最常美的一个诗篇 他把一个最深的 有时候我们的那种 那种认罪 那是最深的 他把一个最深的 最深的 这种切实的 真诚的悔改 把它写下来 写了真的是给我们 很大的启发 很美很美的 心灵的诗篇 那我们从这当中 我们可以学习到 怎么样来悔改 我们知道 我们都 基督徒这个基本的吧 可是我们今天再次来看 诗篇五十一篇 说不定我们有一些 新的亮光 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 我们在悔改的时候 首先要去认罪 承认你的错 不要跟神讲了半天 圣地饶恕我 怜悯我 讲了半天都没有讲 你问题在哪里 你首先要把问题讲出来 你讲说 神啊 我那时候讲了撒谎 我那时候 撒谎不该说的话 你是为了是什么 其实就是为了保护自己 或者是要为了自己得益处 那我不能够坚持 你就把你的体面 甚至很深的那种 这个撒谎的动机 你都把它讲出来 这样子的认罪是不是很透彻 然后呢 圣灵再继续提醒你 我又想到 我不仅这一次撒谎 我前面还有一次撒谎 我都还没给你认 我一起把你一起都认出来了 有些人他讲说 当他在认罪的时候 彻底认罪的时候 他觉得好像 全身里面血液都是干净的 所以第一个 不要认罪 而且是很清楚的 彻底的认罪 不要含含糊糊的 如果含糊的话 表示你还不能够认 还不能够面对你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三节 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他能够去面对他自己的过犯 第二个他就是求饶恕 所以你认罪以后 有些人就一直认 认了几千天了 几万次了 但是从来没有凭信心 接受神的饶恕 你觉得这个认罪有用吗 有没有用 没有用啊 因为你还是在罪恶感里面 你知道耶稣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 是为了要把我们的罪恶感拿走吗 让我们不再被定罪 不再有罪恶感 你知道吗 那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他的饶恕的话 那罪恶感还是在啊 所以呢 我们要接受神的饶恕 我们先要求神的饶恕 然后接受他的饶恕 所以第九节 求你颜面不看我的罪 涂抹我一切的罪面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也要提醒大家 在主导文里面讲到说 免了我的债 如同我免了人的债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要完全得到 领受神的赦罪的话 我们自己也要记得去饶恕 得罪我们的人 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求神饶恕我们 然后我们自己呢 享受饶恕 而不愿意去饶恕一点点的 别人一点点的问题 所以呢 我知道饶恕是最困难的一个操练 但是呢 我们要依靠神 一步一步的去能够饶恕 好不好 这是太重要的操练 很多人的疾病 很多人的这个不愉快 人际关系的问题 婚姻家庭出问题 其实追根究底 都是因为有不饶恕 不饶恕变成一个破口 伤口 变成一个仇敌 进来捆绑我们的一个 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所以绝对不要有不饶恕 在你的生命里面 如果你做不到 你求神帮助你做到 如果求神还做不到 你赶快去跟 这个小组长啊 牧师啊 或者索林的同伴 跟帮助你一起来祷告 你今天做不到 明天再试试看 明天做不到 后天再试 今年做不到 明年再试 总而言之 这永远是你的目标 好不好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更激人 好 接下来我们讲到 第三个求结记 在第二节里面讲到说 从你将我的罪孽 洗除禁忌 并截除我的罪 哇 你不仅认完罪之后 你接受饶恕 而且呢 你会有一种 好像洗完澡 泡完温泉之后的那种感觉 非常的感激 非常的舒畅 又是一个更新 所以我们看到约翰一书 他讲到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我们 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行进我们一切的武艺 所以这个把前面三项都包含进来了 我们认自己的罪了 神就要赦免我们的罪了 我们要领受神的饶恕 然后呢 他还要帮我们洗得干干净净 这就是 耶稣为我们做成的事情 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不要小看他 千万不要小看 因为这样子都得自由了 得释放 就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除了约翰一书 讲到的这三个步骤 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之外的 你看到 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 他还有跟神求恢复的祷告 哇 他恢复的祷告特别长 也就是说呢 我不仅说这个罪要解决了 而且我这个人呢 从这个罪里面的伤害里面 我要完全的恢复过来 我要我的心要得医治 我要我的失去的平安 失去的喜乐 要再恢复回来 我跟神的关系 要被恢复 我要恢复被圣灵的手充满 所以我们来看第八节 求你使我得听 欢喜快乐的声音 使你所压上的骨头 可以踊跃 哇 还可以起来跳舞 神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里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 赐我乐意的命 扶持我 主啊 恢复我心中的喜乐 自由 清洁 正直 神的同在 圣灵 所以就是跟神求恢复 所以我们不要只是 问题解决就好 而且我们要能够完全的被恢复 全面的被恢复 神心里被恢复 跟神的关系被恢复 那不仅被恢复了 第五个呢 更有趣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第十三节 他说 我就把你的道指叫有过犯的人 罪人必恢复你 我不仅想到我自己的问题解决了 我自己恢复了 而且呢 神我答应你 你做成了这件事情以后 我还要把你的这些道理呢 传给有过犯的人 然后传给他们以后 这些罪人呢 一定要归顺你了 哇 你想如果你是神的话 听到这样子的祷告 你会什么想法 真的是说到神的心里面 他自己得了赦罪的好处 被洁净了 而且呢 还要别人也受到这个好处 那天父最希望的是什么 最希望的就是 罪人能够悔改 那这些被失伤的人 能够得救 这是天父的心啊 天父的爱 多么渴望 那所以当天父的心 看到大卫 有这样的 大卫能够体谅他的心的时候 能够体会他的心的时候 这真的是能够得到天父的心 所以我们不仅我们自己 最要的赦免了 不仅自己被背负了 而且还要传给其他的人 那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 有些人他讲到说 我以前有什么问题啦 我以前犯了什么过错啦 但是呢 遇见神的福音 那大能拯救了我 所以呢我就得失败了 而且呢 我的生命改变了 当有人做这样见证的时候 有同样问题的人 会不会产生盼望呢 如果神可以这样子改变他的话 我是不是也可以被改变了 我是不是也有信心 我是不是也能够得救呢 我照样的也能够得到 捷径跟释放 所以呢 第五点我就称它为什么呢 第五点就称它为门序 你自己得救了 要回过头来帮助其他的人 这叫做戴门徒 这叫做戴门徒 我们所拥有一切属灵的 这些好处礼物 我们都要传下去给其他的人 这个叫做戴门徒 然后呢 最后第十八节 大卫说 求你随你的名义 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下 哦 你看他的祷告 多么的远 多么的永远见 他这地方不仅是说 我要传下去 而且整个的西安 西安是什么呢 西安就是神的圣殿 他事实上在这地方指的 就是神的百姓 所以我被赦免了 我能够去帮助找其他人 然后这些其他人呢 又会再帮助其他人 所以到最后 会让整个神的百姓 整个以色列国 都要被你所善待 都要被你所建造 换句话讲 一个罪人切实的悔改 他有可能会成为 整个教会的祝福 所以我们看到 他的眼光 不是只有在他自己的问题解决 他的眼光是在整个教会 而且还不只是在他的那个时代 大卫 他的这个诗篇经过三千年之后 到我们这个时代 有没有因为他的诗篇 因为他的美感 得到启发跟帮助的也有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个诗篇 真的是非常伟大的 非常俊勇的一个诗篇 它产生的影响是永恒的 让我们从这个诗篇里面 不仅解决了我们自己罪的问题 恢复了我们的灵命跟神的关系 也要能够把这个传给其他的人 能够造福整个的教会 所以今天呢 我们在这个诗篇里面 我们需要学习到 每天都要操练悔改 事实上任何时候 只要你圣灵一提醒你 光照你 有什么地方 好像有点不但不太平安 不太对 然后我说了这个话 我这个动机 我这个态度 我做了这件事情 觉得不太平安 这个时候不要客气 直接跟神讲 说 神啊 我是不是这件事情不对 我这个是不是不够诚实 我这个是不是 有自己的自私的动机 我这个里面是不是有骄傲 我这个是不是要偷弃神的荣耀 这个时候 我们都可以随时来悔改的操练 小的悔改的操练 操练就好像我们洗手一样 明天要洗好几次手 大的悔改操练 全身的 就好像是洗澡 一天可能就一次 当然是台湾夏天热的时候 可能要冲凉冲个两三次 那悔改的操练 让我们常常能够保持清洁 就好像我们洗手一样 那当我们熟练悔改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擅长悔改 擅长悔改 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呢 就是不会有罪恶感 罪恶感不再压制你的心了 你会有一个清洁的心 清洁的心 让你能够真正的去爱 让一个擅于悔改的人 他能够有平安 他能够有喜乐 也能够擅于饶恕人 所以我们操练悔改 是大有益处的 好 那所以我们今天在思考这个题目 你熟练的是什么呢 那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想一下 那当然在小组的时候 我们也会大家一起来分享 你自己熟练的是什么 然后第下一个问题就是 你希望熟练的是什么 因为你熟练的不见得是你希望熟练的 你熟练的可能是刚才讲到 肉体血迹的一些东西 你熟练的就是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但是这个可能不是你要 因为你如果熟练吃的话 你可能就结果就是什么 所以你希望熟练的是什么 我们定一个目标 2017年你希望熟练的是什么 我们定一个目标 那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希望 我们当中很多人希望肌肉很强健 对不对 我们希望肌肉很强健 希望肌肉强健的人请举手 我第一个举手 肌肉强健 有用吗 当然有用吗 你希望一个属灵的人 你希望你属灵的肌肉很强吗 遇到什么困难 马上信心就抵挡掉了 遇到什么样的攻击 你就能够祷告得胜了 你希望你属灵 你心灵的力量很强吗 当然希望 那你要熟练什么呢 你要操练什么呢 是赞美 是感恩 是祷告 是敬拜 是读经 是宣告 是信心 是平安 是喜乐 是悔感 等等的 很多的东西 所以这都是我们可以来操练的 那最后我们来想一下 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有突破 我们一直希望有一些很大的进步 但是如果你继续做你平常做的事情 你过去做的事情 你继续的做 那个坏习惯继续的在进行 好习惯呢 也不想要去花功夫去练 你觉得突破会来到吗 不会来到 如果呢 你希望有改变的话 你不要等着环境改变 你不要等着别人改变 首先你自己改变 你自己改变 你的问题就会改变 你的环境就会改变 什么叫做改变 一个最重要的改变 彻底的改变 就是 违感 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然后你承认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求神帮助你去改变 这就是悔改 所以每一次教会历史里面 有大的复兴跟突破 没有例外 都是从悔感开始 所以我们进食祷告一定是从悔感开始 悔感开始 我不是说假设每一个人都是很糟糕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我们知道 我们灵命不断的需要成长 不断的需要改变跟突破 所以悔感是如此的关键 如此的重要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圣灵啊 我们欢迎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 因为你是说话的神 主啊 也可祝你给我们一个 谦卑受教的心 让我们的心不要刚毅 也不是完整的 也不是被蒙蔽的 主啊 我们承认我们 这个何等的需要呢 我们也知道 我们能够放心的 向你承认我们的过犯跟软弱 甚至我们里面 有一些邪恶的思想动机 我们能够这样子放心的承认 是因为你如此温柔的爱 无穷无尽的爱 你的温和使我伟大 因为你的温柔 柔和谦卑完全的接纳 所以我可以赤肉敞开 我可以向你把最深的问题 都不延长 让你的爱 然后现在来深深的触摸我们每一个人 在你的爱里面 我们相互于你 在你的爱里面 我们愿意改变 我们再次靠自己 好像来撑 来映着我们的脖子来去走 还是我们乐意 伸出我们的手跟着你来走 主啊 加给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能够面对自己 面对自己觉得最不堪的地方 让这个最不堪的地方 是完全的交托给你的 你的恩典 就要最深最大的 来充满在我们最不堪的地方 主啊 谢谢你 我们歌颂你的慈爱 你的恩惠 是何等的美善 圣灵啊 欢迎你现在来触摸我们的新深处 主啊 如同一个圈圆 如同一个清新的水源 来触摸我们更新我们 主啊 我们赞领你 让我们被压伤的骨头 再重新的来踊跃 主啊 让我们的哀哭变为跳舞 主啊 我们赞领你 主啊 不仅要建造我们每一个人 要来建造我们的教会 建造我们的家世 主啊 我们赞领你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主啊 这时候你会跟神讲说 神啊 帮助我们 我在2017年我希望 操练什么 我希望熟练什么 是读经 是祷告 是 悔改 是信心 是平安 是喜乐 是谦卑 是柔和 主啊 就你来 向我们的受伤 好 我们这时候也可以跟神来报告 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定了这样一个目标 神 邀请神 来给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能够做到 祝我们感谢 祝福 也呗 ting 快